不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中国 中国骚扰台湾无所不用其极 这是他们的辽宁号 二十二日深夜辽宁号由东沙附近 从这个海域呢经由台湾海峡背识 我要告诉大家 从来没有航空母舰会开入台湾海峡 为什么 航空母舰一般来讲 至少要远离你要打击的陆地 你要打击这个岛或打击这个国家 至少要远离三百公里以外 从来没有进去三百公里以内的 从来没有除非他要靠港的 友好的国家 不然他最少都离三百公里 为什么 飞弹打不当 飞弹重来打过来 有时间可以反应 那他们的可能方阵快炮就出去 把飞弹打下来 可是如果在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最长两百 最短才一百一 航空母舰跑到这里面来 是要干什么 当标靶是不是 劍打劍到 保证打到 所以他进来目的是干什么 显然就是恐吓台湾嘛 我们来看个相关报道 上周也参与2024联合力舰逼 围台军演的中国解放军 辽宁号航母 20号深夜 现中台海游览往北行驶 因为时间点正好在牛山岛 实战涉及结束后不久 相对敏感 辽宁号参与联合力舰演习之后 所有的动向都有清楚的 用联合情节所在密切的掌握 他现在正在通过台湾海峡 沿着中线以西 然后北施 辽宁号的动态 国军清楚掌握 但中国日前进行围台军演 是否正在演练封锁台海 外界也关心 如果真的发生 台湾能够应对吗 要反制解放军封锁 除了军事准备 民生物资更是不可或缺 根据农业部报告 国内工粮糙糙米库存至少七个月 蔬菜方面因为品相多且具相互替代性 全年自主供应无余 肉类部分至少一年 冷冻水产品与罐头二零六个月 在饲养部分 出勤类饲料二零五个月 鱼温养殖三个月 至于能源部分 经济部都有相关规划 如果这个三个天然气 接受战能够顺利的完成的话 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 大概到达14天以上没有问题 石油的采购一直在朝向多元化了 所以大概目前看起来 虽然有中东的比重很高 但事实上从美国 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的这个数目 也在慢慢的提升当中 除了可能的实质封锁 国安局也市警 解放军网络空间部队 对我居民关键基础设施 发起攻击 企图夺取控制权 共军的网军 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网络的攻击 是每日都存在 做好这个治安的区域联防 然后提升我们的治安防护能力 中方文工舞会不断 更不会积极调整准备 应对台海局势可能变化 十三个小时的演习呢 陈兵华就是负责中国国防 最高单位的领导人 他说一句话说 在我们这次的威慑之下 这个台湾的股票下跌 就事实不是嘛 事实上我们是涨了七十三点嘛 跌的是相当股市嘛 跌了一百一十几点嘛 当然这件事让这个中国感到 这个是没有面子 所以第二天在微博里面 全部删掉内容 但是事情当然让这个习近平 一定很难堪啊 好加上最近呢 就是秋高气爽 所以呢多管齐下 第一件事情又来了 好长征二号火箭 又要经过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了 之前玩过一次 好这一次再来一次 但我们知道这火箭呢 其实属于外太空了 其实属于高空了 理论上就不在我们领空范围 好但是呢放心好了 这个内容一出来呢 我们国内一定有立法委员 或者相关的这个媒体 一定会说 啊为什么没有警报啊 长征二级经过我们台湾 为什么不警报啊 什么哪里都会警报 一定会来这件事情 叫做外销转内需 但是呢这个是一个动作 就是引发内部的讨论 但是呢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 还是在辽宁号 不过我上网 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大概部长已经讲了 基本上台湾海峡很浅 那你这个辽宁号最主要是上面的载箭 所以他是要载箭发动攻击 所以不需要靠近一百公里接近你 那没有这么做的 因为这个地方潜伏任何潜箭 我们就把它打下来 那这是他第三次 那我这么说 因为辽宁号呢 基本上他的母港在青岛 所以呢 这个他最近的两次进出西太平洋 9月13号跟这个10月初 10月9号 透过整个东沙巡岛转进了日本 西太平洋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美日要军演 所以呢 他特别去看一下 我来了哦 嘿我来了 你们要军演 我先来 那你们我来之后 你们再军演 摆明是这样子嘛 那现在呢 他又要回到青岛 因为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变得比较剧烈了 不过我上网络去看 很多年轻人在PPT问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为什么是辽宁号都没有看到山东号 因为辽宁号是从俄罗斯来的 乌克兰 那这个山东号是他自制的 所以真的 我还真的很少看到山东号 所以山东号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就有这个习近平知道 但整个过程当中 当然一定会变成 大家这个立法院就问这个顾立雄嘛 那顾立雄部长就说一句话说 这个表明一件事情什么 就是一种对台湾的恫吓嘛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事实上无独有偶 这一次呢 他们总共发动了两次的 这个所谓的就在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有两次火炮攻击 那是问题是这个新闻 怎么会做那么大呢 这个国防部长就说一句话说 平潭 你知道如果你上网去看 平潭的这个海事单位 今年上半年军演一堆 五月就有一次 五月为什么不讲 这次一样的规模 五月不说 为什么现在讲 摆明件事马上是十三小时的这个军演呢 有点丢脸 所以要想补回一点面子 不过话说回来 国防部长讲的硬 他说呢 如果中国敢对我们什么 现在有个巨蟒 巨蟒演习什么之类的话呢 全世界受不了 我先给他一个数字 台湾海峡这个区域呢 在全球海运的运量是多少 我们台湾海峡这么小一个地方 五分之一 一年是高达二点三兆元 到二点七兆元的数量 那还不包括我们半导地所产生的影响 所以这个顾力雄也讲白了 如果他敢这么做 联合国一定会这个制裁 不过我觉得最凶猛的不在这里 最凶猛的就是这个历剑演习 这个剑指中国 这一句话是真的 剑指中国这四个字 不是自由时报编的 是真的 因为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 每日才一个军演叫做历任 历任历剑是历任之后继续做的 而且历剑呢 这次特别 三十个港口加进来 三百架战机 而且重点事情 民间的这个机场也要来使用 所以我 也就是说 沿着台湾的所有周围的日本的岛屿 全部都要接受这次伤患的演练 而且这次演练完之后 还会有后送 直接后送到日本本土 所以这一次人数超过四万人 所以这一次的军演 显然就是针对中国 是的 从今年二月份的历任 到这次历剑 就是完全是针对中国 而且摆明就是针对中国 万一台湾有事 台湾的战舰 军舰战机 如何后送到这个 这个日本的岛屿 如果发生重大伤亡的时候 如何透过日本周边岛屿 后送 整个动作 这四万多 而且参与的国家超过十个国家 所以我们这样讲 你只是火炮攻击 一个不在船的辽宁号回到青岛 人家来的可不是假的 是四万五千个军人直接直接演练 剑指中国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说 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 这是个笑话 航空母舰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就是要攻击 就是要攻击 再攻击 可是攻击要飞机啊 所以航空母舰 它攻击的力量全部在飞机 全部就是在飞机 请问如果真的飞机要攻打台湾 中国想要打台湾 直接从厦门起飞就好了 从杭州起飞就好了 七分钟就到台湾啊 干嘛 航空母舰开到台湾海峡 然后呢 再从航空母舰起飞吗 何况我们的雄二雄三 简单像这么大的船 两粒解决 太好打了 两颗太好打了 而且保证打得到 保证它走不路 所以显然的这种东西 第一 一方面想要让台湾看看说 我们有这么大的船 想要恫恶我们 我要跟大家说 日本在二次大战就会做这种船了 日本在二次大战就会做这种船 对 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说 有一些东西 我们台湾人不要因为这样子而被吓了 这才是一个重点 所以也要请教一下佩芬姐 国安局报告事情了 共军锁定民生领域联网要夺取控制权 所以显然的 他目的不在于武力 他目的在于 造成台湾民生的恐慌 目的要造成台湾认知的错误 甚至支持扶持亲中的政权来跟他们配合 所以这才是共产党最重要的目的 两个问题回答 刚刚顾立雄部长说如果说老公要怎么样的话 国际社会已经是一个战争行为 国际不可能做事不管 这句话有点问题 不要依靠国际行为 我觉得台湾真正就是要自卫 自己保护自己 这个很重要 自己要自立自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讲这个民生网 其实他你知道他真的来打 他不会真的来打 因为你打到台湾打得稀巴烂的话 台湾2300万人绝对不能接受 更不能接受他 因为台湾比大陆很多地方都不错 那么好一个地方 再加上还有什么台积电之类 所以他不会真的打 他用这个民生领域就是把你封锁 让你造成社会的紧张跟不安 所以让你说他去调查一下 你的那个燃煤 多久时间可以撑多久 你的煤气可以 想要逼我们投降就对了 对 就是要逼到 然后你知道当老百姓的恐慌感的时候 你知道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真正的问题是用民生领域来联绑 造成社会不安 老百姓的心情的不安 然后他来达到他的目的 他不会真的用武力来打 所以金杰 中国不安好心 辽宁建故意从这里来 该项活动是共军年度力行性的演训一部分 不排除结合台海动态 扩大威慑的效应 为什么 他在平坛的力行的这个演习 其实只是一个火炮的演习 这种火炮的演习 譬如我们的东沙岛 我们每年一定一次 最少每年一次 还有我们很多的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实弹演习 在我们的一些基地 只是没讲而已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屏东的 老百姓有时候很生气说 你打炮弹 榴弹跑到我们这里来了 国防部就赶快去 不好意思 因为偶尔会有榴弹会跑出去 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都这样 可是他特别强调 然后还恐吓我们 这种共产党的也是很假文 诚哥你还记得吗 从1996年李登辉第一次民选总统 那投票之前他打了什么 亚旦 亚巴旦 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的时间 共机飞了多少 几万架了 超过台海中心有多少次了 更剧烈的是 是从这个蔡英文的2016年 到2024年这8年当中 你看不管是包围台湾也好 共机 超越什么 已经有多少次 辽宁号今天也不是递出来 山东家也不是第一次啊 台湾人家不怕 问题是他家已经都习惯了嘛 虽然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回来 习惯以后 要变满平了呢 但是我们没有麻木不忍 我们没有麻木 我们对啊 但是老百姓 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啦 老百姓 但是呢 我们当然 我们的国军 我们的国防部 当然是不能掉以轻心嘛 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 看到这这么多 今天又有一百多架 攻击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那我们又去赶来赶去 赶来赶去乱来 民众已经听了这些 已经这个习惯了 那都在乱呢 那都在乱呢 敢打吗 会打吗 目前看不出 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就是说 中国会用武力解决 台湾的一个问题嘛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 习近平他们内部的压力 在二零二七年 那如果他要当局 第四届 他要不要解决台湾问题 我觉得当目前当下 中国他只是都在威吓你 叫你说要投行 要押穿手起来 要和平统一 但是我们不可能和平统一嘛 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祖先嘛 我们是他的祖先啊 祖国 祖国嘛 祖国啦 那毕竟他成立嘛 这是我们总统讲的嘛 没有我们有七处 所以总统讲的 你赞成就行了 我赞成啊 我们是先有中华民国 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所以金特地认同 内清党的共和国 事实是 这从历史的角度切进去 是事实啊 但是因为那当年 抢来抢去 1945年 1947年 1949年 那个历史 我们就不谈了啦 但是我们讲说 我们国人同胞 对于中国的经验 到目前我们在坊间旁 我们现在人民要怎么来 加强我们的心 当然我们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不管要组什么样的一个 民房部队也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啦 民房部队要做 好 我现在要说这句话就是说 因为他丁边来说 民房部队要做 民房部队是要干什么的 就从蒋介石开始就有的吧 民房部队在哪个部委馆的 内政部嘛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几年我们的民房 几乎在 尤其在马英九的时代 那民房没有了啦 后来在小英的时候 才开始要建立起来 国民党修法来弱化民房 沈伯扬说协助中共 解除台湾的武装 国民党的提案内容 竟然要求把民房体系中 所有支援军事情务的任务拿掉 沈伯扬痛批 这相当于协助敌军 解除台湾武装的前奏 为什么我们的民房其实 在暂时就是要帮助军队嘛 维持秩序等等 国民党版的民房法 部门条文修正重点 把军事任务 要支援军事任务 改为民间防务任务 删除民房工作范围内的 支援军事情务 而且排除民房体系进入战场 其实当打仗的时候 以现在的战场来讲 已经不分前方后方 每个地方都是战场 你从乌克兰看得出来 乌克兰每一个民房 每一个人民 通通是战场的一部分 所以国民党给你改这个 改这个什么意思 我是怎么看不见 阳俊 国民党该做一个做什么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意思 就是说 他现在不断去塑造说 民进党上任之后 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 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个修法 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意思是说 只有国民党可以保护人民 原本过去的这些民房 要去支援军事任务 所以我国民党在立法院提出来说 各位如果要加入民房组织 放心 你们绝对不会去支援军事任务 这是我认为这是国民党提这个案子所打的算盘 这个军事任务是从蒋介石 蒋经国 他们开始有的 国民党的反共到现在已经不反共了 跟中共站在一起 甚至连民房系统 这个最基本的来支援中华民国各种军事的这个民房体系 都不愿意来去支持 他准备要来去破除 我觉得国民党跟过去以前在反共的国民党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完全跟他的初衷完全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说现在的民房体系 我们知道过去现在这个小英上任之后 确实在民房体系开始加入了更多比较专业的训练 全民防卫 全民防卫 全民防卫属的成立 对 其实全民防卫当时是曾经想要把他放在内政部 后来到国防部去 为什么全民防卫就是民防嘛 为什么放到国防部去 结果现在国民党在给你唱反调 这个都是蒋经国讲的 也是蒋介石讲的 也是李登辉讲的 然后马英九当然民防就没有那么在意 但是马英九也没有改 现在国民党要把他改掉了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觉得越想越奇怪 再让大家看 双城论坛难缠吗 林毅华说一定会办 中国军营不断 绿营议员提案停办 讲话说越紧张越需要沟通跟交流 所以双城论坛一定要办 議員一定要办吗 我觉得在这么紧张的状况底下 没有一定要 没有要办的道理 而且其实过去 蒋介石他在选市长的时候他讲什么 他讲说如果这个要跟中国的城市来进行交流的话 要办这个双城论坛 他说符合三个要件 中共不扰台 对台释善意 双方要对等 这三个这三个事情 没有嘛 现在中国共激共建 而且每天这样子扰台吗 对台四出三意 没有啊 你看刘宁介又来到了台湾海峡 所以你看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跟上海 真的要来进行这些城市交流 而且我真的要讲台北市 跟全世界总共有五十二个姐妹市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姐妹市 可以跟上海一样 这样子每年每年的举办双城论坛 我们为什么非得一定要跟上海举办 我们不能跟其他国家的姐妹市来去举办吗 所以我觉得讲完 他现在陷入一个迷思跟困境 就是说过去大家有举办 他也要办 然后当然 我觉得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说 他们一定会觉得说 要跟对岸释出对话 可是还是回到说 如果中国对台湾没有释出善意 那我们释出善意也没有用啊